早安TBS的晨簡快 需要帶你掌握 國內外最及時的新聞內容 首先是國際焦點 這SpaceX興建的第五次試射 最後還順利用機械手臂回收 這也是創下時尚的第一次 所以讓執行長馬斯克 當然是非常的嗨 跟GT圖隊報導 其實這一回的試射 是在德州的波卡契卡的 星際基地來進行 興建太空船的第五次試射 而這一回也是首度成功 利用發射塔的機械手臂 捕捉回收第一節的 超重型的助推火箭 所以剛剛也說 這其實創下了 前所未見的回收方式 所以馬斯克也對這樣的結果 非常滿意 而且也很興奮 甚至就在社群平台裡面發文說 這個發射台終於是接住火箭了 不過以過去興建的 前三次試射來說 其實都是失敗的 而上一次是在六月份 當時興建是由照原定的計畫 坚落在印度洋 而這一回是順利的回收 也創下了新里程碑 好 再次要回到國內 是有肉粥店是突然的關門 讓饕客非常的不捨 而關鍵原因就是這個經營者 也就是老闆實在是撐不住了 根據Ttoday的報導 剛剛說這個肉粥店 其實就是士林的 蕭雁民店阿國香菇肉粥 他五月錦的歇業 是因為老闆罹患的病情 他其實因為癌症的關係 病情是越來越嚴重 所以沒有辦法再繼續的經營下去 而老闆的兒子其實也發文 證實了這一項的消息 但是還感謝這顧客 過去24年來的支持 但是也透露 其實爸爸本來就應該要退休了 只是對這個品質的堅持 所以才讓他持續的在工作 但是也說或許未來阿國 會以相同或是類似的方式 跟大家見面 但是以目前來說 當然他的爸爸還是要全力的抗癌當中 未來才有辦法把手藝繼續傳承下去 但是對於大家對他們的祝福 也都會透過家人 來轉達給肉粥的老闆 好 今天需要帶您看到 這個徵婚條件真的會太嚴嗎 因為我醫師說 他希望可以找一個 很會煮飯的另外一半 但是這找 找都快40歲了 到現在還是找不到 根據Ttoday的報導 就是在桃園市總理的一名 年近40歲的醫師 他其實擔任的是中階主管 而且他對另外一半的要求 是還滿嚴格的 認為這個女方最好是需要 具備烹飪的技巧 因為他自己對健康的飲食 是非常的有講究 但是資深的社工女優點出 如果以近期的聯誼的這些人來看 84位的未婚女性當中 裡面其實只有11位是能煮飯的 所以也顯示出 這個年輕女性會做飯的比例 其實還滿低的 所以他說他也勸了這一名醫師 說現在年輕女生 會做一手好飯菜的實在是不多 如果另外一半不慎常 平日簡單飲食 假日再一起到餐廳吃美食 或者是要不要乾脆 就請一位煮飯的阿姨 才不會因為這樣的條件 而誤了婚姻大事 然後剛剛有聽到 其實這個年輕女性會煮飯的 其實真的不算多 而我們的台灣男性 平日會穿襯衫的人 其實也滿少的 但是真正原因是什麼 就要帶您一起來看 根據自由時報報導 這是一名網友在PTT裡面發文 他就問說 台灣男生普遍不選擇襯衫 懷疑是不是因為這個襯衫 會讓人聯想到上班呢 因為他認為選擇乾淨俐落的款式 是能避免隨便的形象 但是就有很多網友 就底下留言了發表的看法 他說以台灣氣候來說 實在是不太適合穿襯衫 更說這個襯衫其實不如T恤舒適 因為大部分都做比較修身 或是緊身的款式 甚至還說是非常容易造成不便 還有麻煩 所以比較多人在平常的時候 當然會覺得穿T恤是比較方便的 甚至還有人就說 以現在來說除了要出席中 要場合跟業務 要不然台灣一般人真的很少會在日常生活穿襯衫 甚至還有的說有一次他就自己穿了黑色襯衫去吃烤肉 沒想到最後還被誤認成是店員 要求他要幫忙換考網 好 最後要帶您看到 不知道您昨天有沒有捕捉到彗星呢 因為有很多人是拍到了夜空中的紫金山彗星 而且還出現甩尾 但是我提醒您沒有拍到也沒有關係 因為還有機會 根據T恤的報導 近日有天文學家在2023年初發現的紫金山阿特拉斯彗星 其實在10月12號的時候 是已經過了近地點 而亮度也超越預期是達到了一等 而且伴隨20度以上的彗尾 雖然彗星的亮度會隨著日期逐日變暗 但是預估在20號 就是禮拜天之前 還是有機會可以達到4等以上 所以如果天氣允許的狀況下 還滿晴朗的話 如果用雙倍的望遠鏡 同樣還是可以看到這個彗星的清晰的樣子 所以提醒您可以把握最後的這一段時間 一起來欣賞彗星 以上就是為您掌握到這一集的新聞內容 將鏡頭交換給主播友選 在水平上還是有任何人做的 感谢观看